整个科技变化得非常非常的快速 我们也看到随着行动 物联网、巨量资料、cloud 到现在的AI 其实已经在改变整个金融服务的面貌 数位上很多东西都需要透过分析 来找出很多的顾客行为的 insight 因为网路上资讯太多了 我们怎么透过machine learning的方式 帮助顾客更快速有效地找到 他要的服务或他要的资讯 顾客通常设备一个贷款 他了不起花个可能一周两周的时间设备 他就要决定了 因为他要赶快取得资金 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Google的 BigQuery 让我们在整理资料的速度上 其实是大幅提升的 而且整理的是很大量 又不涉及各自的资料 像GA360的资料 那个资料量都相当的大 要整理的变数也相当的多 那其实在 BigQuery上面 用云端的资源来处理的时候 那个速度就变得相当的快 我们也在Google的TensorFlow上面 运用许许多多不同的 algorithm跟工具 产出这样的一个模型 顾客产生新的data 新的资料进来 能够灌到模型里面 模型会自己开始学习 只要有新的资料进来 就会变得越来越准 这个模型做出来之后呢 帮顾客找到他最想要找的那个网页 而且这个网页是后面能够真正转换成他的贷款的 整体的成效是提升了7.5倍 这也是让我们觉得 用美性论理的方式 是真的能够让我们在数位行销上 效果更好 让顾客的体验也更好